舟山海域发生船舶碰撞事故 一人死亡两人失联 据浙江海市微信公众号消息 9月22日 巴拿马级散货船新海州26 与浙江开州急于船这路于88897 在舟山诸家尖岛以东海域发生碰撞事故 造成这路于88897沉没 船上共7名船员遇险 事发后 浙江省交通预书部领导做出批示 要求全力组织搜救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查明事故原因 做好善后工作 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 立即启动搜救应急预案 迅速调派海市 渔政 海警 东海救等 7艘公务执法和专业救助船艇 前往事发水域实施搜救 并协调组织附近十余搜船舶开展搜救 同时播发航警警告 对事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截至9月23日9时 4人获救 1人死亡 2人仍下落不明